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挖掘新闻内幕 挖苦新闻人物 我是郑洪怡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挖挖 挖掘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了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媒體人迪志維 鄭大哥好 國民大家好 以及旅遊業者小胖 鄭大哥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命理這家小燕老師 鄭大哥好 還有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以及第一次來的新朋友 他是台灣遊覽車發展協會的理事長 李釋迦 釋迦兄弟好 大家好 好 以及生活玩家潛逸 張大哥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主題是生死一念間 來 那麼上個禮拜六 國道三號在往南下 雲林斗六段 發生了一輛遊覽車 因為失控 衝撞小客車的意外 走行四人失望 二十二人受傷的這個慘劇 那前一天國道南下竹田斷 也才發生女子開車 致撞 結果造成自己重傷 那麼他的小孩一死一傷的悲劇 其實有一些車禍應該都可以 破壞 對 那麼為什麼會這樣 是不是因為行車的觀念不正確 大家都會開上高速公路 今天一定要加減聽 那這個遊覽車失控 衝撞小客車造成重大傷亡 事情怎麼發生呢 請志偉跟大家講 對 這個在國道的重大的交通意外 真的是 你看那個畫面 你會覺得非常可怕 對 你很難想像 如果今天我們在車上 或者是我們是開在他旁邊的人 你會怎麼想 那這個意外一共造成四死 二十二傷 四死 其中有兩個死亡 我們看這張照片 就是這台小客車 他裡面就是一個男駕駛五十一歲 載著一個女駕駛六十一歲 兩個人都是當場死亡 那這個就是造勢的遊覽車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是怎麼發生 其實你想想看 科技公司 他們開開心心要去員工旅遊 包三台 科技公司包遊覽車 那個族科 全部車 上面都是族科的上班族 都住在新竹 那他們當天是因為公司 全部要去員工旅遊 三臺遊覽車 這臺遊覽車是其中一臺 上面就是有載二十二個乘客 包括司機二十三個人 這樣 那他都還沒有抵達目的地 他們是要去那個建湖山玩這樣 才剛出發沒有多久 就發生這個意外 那我們看到 其實在車上的人也有講 說這個手機的塞車 不知道關什麼 塞很快 而且他是晃來晃去 好像是要超車 鑽來鑽去 第一時間的碰撞 就是在九點三十六分的時候 他就是這樣 他就是因為他要超車 但超車過程就是不是太好 那旁邊有一臺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個車頂 全部不見的小客車 他就插撞到他 插撞到他之後 我們看到這個白色這一團 就是小客車在裡面 因為那個撞擊太大力了 揚起了這個國道上面的灰塵 所以整個小客車是被埋在這個煙裡面的 不見了 不見了 因為他是撞到他一直在旁邊 這個隔壁槍滴滴滴滴 那我們再看第二張 這是第一次撞幾點 他第二張就是這個小客車 被他拖行了一下 大概五到十公尺吧 再撞 再撞一次 因為他車是這樣撞過來 然後再這樣撞出去 等於他的車尾 先這樣撞 再撞出去 這個是第二次 這台車以為是這樣沒了嗎 沒有 他再來第三次撞擊 這台車被他連著 本來是不是在這裡 駕車會 我們說這裡是內側 這裡外側對不對 這裡外側就內側 這裡外側 中央那裡是內側 這裡算內側 對不起 那這裡就是外側的隔壁槍 你一陣有褲尬嗎 內外我們現在分不太清楚 看起來你要重考 這裡是內 左邊是內 右邊是外 對 路間是外側 那個他就從外側 然後又再第三次撞擊到內側 那這小客車沒有在這裡 他是被他黏過來 撞到這邊 然後我們再看 最後是又撞了一次 所以這個右邊撞兩次 左邊撞兩次 一共四次撞擊 那撞擊完車子就停下來了 停下來之後呢 就是發生了這個悲劇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車子跟遊覽車 因為他不影響 人家交通的進行 是拖到旁邊去 這個車子已經是變成這樣了 車上兩 兩個人當場死亡 那在這個 這個遊覽車上面 鄭大哥你那邊有一張照片 是 你看他那個遊覽車 好 那我也補充一下 就看圖比較能夠了解 因為這個志偉剛剛那個車子 其實是已經撞擊以後 所以到處都是灰塵 你看不到 看清楚 其實很濃的時候 你就看到這輛遊覽車 他偏過來了 他為了操車 但是他偏掉了 偏掉了以後 他就撞到了這一輛小客車 這一輛小客車 對頭就叫他抓到了 對不對 對 這裡是那個護欄嘛 這就是那個 隔音牆 外側的隔音牆 撞到了 撞到了 所以那個灰塵就跑出來 就像志偉剛剛那個這樣 後來 那我們再看 那因為車速太快了 所以就停不下來 這個是後來因為他 車子被他夾住了 對 被他夾住了 帶著走 帶著走 所以從外側車道 被他帶到內側車道 那那個車子 小客車變怎樣 小客車他們問過都沒看到 全部都弄掉了 所以裡面兩個人全死 對 好 那我們再看 這個車子的撞擊 另外一邊 護駕駛座那邊 護駕駛座那邊 兩個門都沒了 在正駕駛座這裡 這裡面也綿綿綿綿綿 你看看這個上面的車頂 然後這個車門 已經是面目全非了 好 那麼再看一下 這個就是護駕駛座 護駕駛座的兩個門都不見了 你看事情有多嚴重 然後這個是車頂被夾成這樣 說實在這模式也變成奇蹟 那事實上兩個都死亡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 因為智偉剛剛有說 說車頭先把小客車夾住了 後來車尾都轉過去 轉過去 這個你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開始 曾大哥你的第一張照片 車頭 對 然後車頭 好 然後再來 他又再撞一次 這裡就變車尾撞過來 對 這也是車尾 就造成那個洞有沒有 好 那車尾撞了以後 車尾撞了 因為那裡有隔音牆 隔音牆他知道比較高 對 隔音牆把這個玻璃撞破了 對 撞破了 這裡有做了一對拇指 雖然他們都吸了安全帶 但是拇指都身亡 對對對 這是座位表 我大概手簡單化一下 因為最後一排 我們都知道 其實我游覽車我不是很喜歡做最後一排 因為我覺得容易頭暈 那他們全家呢 就是有爸爸媽媽跟一對龍鳳胎 這個是女兒 女兒是坐在中間 靠中間的 我們如果看上車這個 這樣的一個示意圖 兒子就是坐最靠右邊的窗戶 那爸爸媽媽坐在他旁邊 那爸爸跟女兒坐在一起 對 所以當那個撞擊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是撞 先壓車頭 車尾甩過去撞到那個隔音牆對不對 那據警方是有講 那個隔音牆就是這麼巧 他上面有一條外露的鋼筋 所以把玻璃給刺破了 那刺破的時候 其實這個小男童 他當場就死亡了 因為他的頭顱三分之二都不見了 被嚇到 被嚇到 他媽媽也是撞擊 所以他是有安全帶的 那當時就是坐在前面的人士 大家很驚慌 因為四次的撞擊 然後因為你撞擊完之後 那個時間很快 我看那個影片 鄭大哥 差不多只有六七秒而已 六七秒而已 很快 咻咻咻 然後大家回神過來 那個爸爸是哀嚎 當場哀嚎 然後前座人不敢回頭看 哀嚎 他哀嚎是因為他自己很痛 還是看到自己的 不是 一定是看到 因為這個爸爸跟女兒是 只有些微的輕傷跟驚險 所以他一定是穩定下來了 回神看到自己旁邊 老婆全身是血 兒子頭不見了 能不哀嚎嗎 真的 哀嚎 那坐在前座的這些乘客 沒有人 應該是他的同事 沒有人敢回頭看 是 這個座位表 補充一下 當時理事長講 這中間是 後面這一排 是五個 五個位置 中間很少的人坐 因為他沒有辦法 他只能受吸安全帶 他沒辦法 前面也沒有椅子 可以擋 所以這個中間 這個位置是通常是不坐人 不坐人 有時候因為那個油籃車 假如說以這台車子的話 大部分都是四十三座的車子 所以我們這個這樣坐的 因為如果通通通的行 這個是直接是對的走道 所以這個地方 他會有 假如說這個地方 假如說後面做事 尤其一家四 可能很喜歡說 得我後面比較跨 還要坐 因為這位沒辦法要坐 所以小方的意思是說 那個油籃不要坐 你的意思是怎樣 對 中間那個位置 很少按照這單來 我們在談談的時候 也不希望客人 去坐中間那位置 好 那麼剛剛志偉有說 就是剛剛那麼湊巧 那個隔音牆那裡剛好有一隻 鋼筋外露 那鋼筋外露刺破了這個玻璃窗 在最後的部分 然後這玻璃窗被刺成這樣 所以這個小朋友 他的頭被削掉了三分之二 媽媽也死亡了 媽媽是送醫不治 然後背後造勢的司機 因為車子實在是太強烈的晃動 那這個乘客說 其實油浪車那個時候 一直在超車 一直在超速 那造勢的陳姓司機說 我有開比較快點 剛才要趕時間 那他講的話有道理嗎 車子應該要坐哪裡比較安全 為什麼這次傷亡這麼慘重 我們等一下再來請教來賓 來 先休息一下 還有 scholars 可以鋼筋